也要來聽聽地方的聲音 讓新北市長朱立倫很不滿 就是三大建設不是跳票 就是延後 淡江橋也是 但是地方上的抗議聲呢 也沒停過 今天在淡水老街 一文人士就辦了一場音樂會 讓大家想一想 淡水真的需要花147億 來蓋一座橋嗎 美麗的夕陽點綴淡水河岸 吸引不少民眾駐足欣賞 曾經被譽為 台灣八景之一的淡水風光 如今卻因為都市發展 將要在巴黎和淡水之間 興建淡江大橋 從徒步去望去 正好建在海平面上 夕陽美景恐怕不再天然 多少都會影響到 那個視覺上就是會 很突兀 就是有個東西擋在那邊這樣 也是便利啦 不過就如果會擋到一些風景的話 可能就要再考慮看看 我那可愛的鼓舞像 25號下午淡水老街 旁有藝文界人士接力表演 他們擔心蓋大橋 實地生態和文化遺址 都會遭受破壞 這個橋帶你下去是家旦潔哥 我是見仁見識 但是它阻擋了一個很重要的人文 歷史人文警官 那是絕對必然的 那各位可以看看台北港 現在發展是什麼樣子 台北港的發展 會是一個需要我們投資 那麼大的一個來當作它的腹地嗎 發起連署行動 當地居民也站出來反對興建大橋 橋如果蓋了會有砂石車什麼 因為那邊的興建案很多 還在蓋很多的房子 所以其實我們也擔心說 那邊的居民的安全 如今市政府已經拍板定案 淡江大橋勢在必行 預計109年通車 但民間團體仍努力串聯反對聲浪 希望淡水重要的文化景觀 淡水細罩不要成為絕響 UDN TV 民眾無配如行北市報導 到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